450毫升的纯牛奶倒入锅中煮开 今天我们用牛奶做一道广东地区非常有名的甜品 边煮边搅拌一下防止煮锅了 煮开关火 倒入碗中晾凉 将表面的气泡撇去 磕两个蛋清 加15克的糖粉 甜度依个人的口味调节 搅匀对用 牛奶料凉 表面就会形成一层皮 我们用小刀轻轻调开一个口 然后顺着这个口将牛奶倒到蛋清中 牛奶不要全部倒掉 剩下四分之一 防止奶皮粘底了 搅匀 搅匀 搅匀后锅粒两遍 锅粒好后将表面的气泡撇干净 然后呢将刚才的口再挑开一点 将锅粒好的牛奶倒进来 这样表面这层皮就慢慢浮起来了 水开中小火上锅蒸十分钟 盖上一个碗防止水蒸蓄倒流 时间到关火 炸蒸两分钟 我们的生皮呢就做好了 表面呢有一层皮 尝一口呢 有点像豆腐脑 嫩化散口 阴阳非常丰富 非常好吃 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家试一下 变化